創意理財 竟在運通 你看就是說你務必要能夠逆轉勝 好 逆轉勝你用嘴巴講很簡單 關鍵在於如何讓自己成功每一次 我舉個例子 包括像昨天下午到昨天晚上 那我一定要一直看節目 包括我們看一下所有財經媒體 怎麼在做觀察的 我看了個半天不知所欲 不知道你說什麼 為什麼 因為昨天不管是亞洲股市 到接下來的歐洲股市 包括昨天晚上的美股 叫做瘋狂式的暴跌 瘋狂不是小跌 是瘋狂式的暴跌 在這個暴跌的過程裡面 那怎麼辦呢 你要趕快去觀察 就是說針對接下來 不管是日股 上陣股指數或倒球 那麼接下來它要怎麼走 那我看完之後 日股看大漲 上陣看大漲 美股看大漲 金價 短線看跌 中期看跌 長線看跌 你說你現在不是在說什麼 各位請問你 昨天不管先從日本股市 一直到美股到窮 開盤重挫 然後呢 開低 走低 狂跌 並且是爆量喔 爆量狂跌 狂跌了之後呢 竟然有辦法出現 扭轉上揚 那請問你什麼叫交易量 交易量就在於看多看空的 看法不同 它才會撮合成交嘛 你成交量叫做同時指標 也就是說你可以利用同時指標去判別 判別什麼 我接下來下一步我該怎麼做觀測 我舉個例子 來 各位請看這裡 我覺得不用猜耶 那您看這個節目 我只是覺得說 你應該要做個筆記好不好 那首先呢 就看兩個東西 來 我們先看日經 畫面上你所看的是昨天喔 不是今天喔 這是昨天大跌的日經指數 好 從畫面裡面只有四個點 分別是底下 你看交易量 我特別幫你點出來 一 二 三 四 四個點 這是從今年的元旦 一直到昨天 到昨天收盤的日經指數號 這四個點的位置 來 各位我跟各位做個簡報 發生在2月6號 3月23 9月21跟10月11號 分別是21610點 20617點 以及23869跟22590 昨天收在22010點 那麼請問 昨天日股暴跌 該怎麼做觀測 第一個 我會把這裡畫出個區間 為什麼畫這裡 因為今年以來 最大交易量排名第一跟第二 第一發生在今年的2月6號 第二發生在3月23號 接下來剛好1 2 3是照牌的 第三大交易量 發生在9月21 接下來在10月11號 1天1、2、3、4 是不是四個點位 我覺得你們應該做個筆記了 好 我們經常在講量價結構 量價結構裡面 如果低檔放量 那代表你就樂觀 高檔爆量你要小心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耳熟能詳 好 那麼高檔有沒有爆量 有啊 高檔爆出第三大交易量 所以守不住23869 當然跌啊 跌了之後在22590 帶出了什麼 今年以來的第四大交易量 他又不守22590 所以繼續落 所以我們才會落到多少 22010 這是事實啊 可是問題是他的多方在哪裡 他多方在21610跟20617嘛 所以也就是說 當他來接近這個鐵板區呢 這裡一定是一個強勁上揚 第一次來不可能不長 他有一個強勁上揚的力道 所以各位請看 你把1234我把它畫出來 這兩次的量能遠低於 這兩個低檔量 所以針對日經的指數 日經指數部分 我認為呢 你應該正向樂觀去做觀察 好 那麼接下來 接下來我的看法 日經你一定會看到多少 22171 我們仔細看一下現在即時報價 日經現在即時報價是 22063 我的看法 日股一定會讓你看到22171 一定看到22171 為什麼 因為呢 好 今年以來的四個交易量 最大分別是 一次大 第三大 第四大 這四次的交易量我們去設算 今年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法人 外資 日本的散戶 所有的操作機構 它的平均交易成本會落在 22171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是22058 我的看法 這058 他讓你看到22171 他不可能說 我的平均交易成本 在這個貫穿之後就不回來 不可能 最起碼他一定會再回來一趟 所以針對日股外跨環 你就樂觀吧 這是第一個 好 回過頭來 我們再看我們過去 從上個禮拜以來 大家最關心的 當然就是 入股的表現 對不對 好 入股是個大黑 所以我們給它黑色的 好 我們先看昨天 昨天的大入股市 那麼跌了2.2個百分點 那麼跌到2594 好 這是昨天一天的走勢 中廠收2594.83 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可是關鍵在於 好 關鍵在於 因為昨天在9 因為稍待 路股要開盤 所以我們先做個說明 他在昨天的9點34分 當初帶出最大交易量 叫2643 然後呢 請問有沒有守住2643 沒有嘛 所以就跌嘛 請問要跌到哪裡 要跌到這裡嘛 跌到這裡呢 就會漲嘛 為什麼跌到這裡就會漲 那你就看嘛 昨天的最低點發生在哪裡 在2583 那為什麼昨天跌到2583之後 中廠它收在2594 中廠收2594 那麼請問 接下來 接下來 該怎麼走 接下來你要樂觀 那為什麼是2583 好 我們把時間回到昨天 這是回到再往前退一天 來 再往前退一天 各位可以看你研究報告 10月 這是10月23號 這個點叫做什麼 2584發生在10月10人 這也是為什麼你再往前看 昨天這個回檔 是不是來到2583就反轉 對 因為你往前看 因為它的多頭在哪裡 在10月11跟16月16 這兩個點分別是2573跟2584 所以上證它會落在哪裡 會落在2584到2804這個區間 短期間在這個區間 然後呢 如果它可以重返2804 代表它是一個強烈的多方 除非怎麼樣 上證你看它 破2584到2573 根本手都不手 往下跌 那你當然就保守 只要站在這個區間之上 代表呢 這是醞釀一個強勁的一個反轉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123 三個最大交易量的區塊 你把它標示出來 那分別是2804 2573跟2584 所以整體上大陸股市的部分 您就這麼看就可以了 好 針對這個過程後 你就問我說 阿彈 這樣是要怎麼做 這樣你就放輕鬆做就好了 要怎麼做 來 舉例 來 各位看一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加權指數 好 目前報價是不是9743 下跌32點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是加權指數 你做台子期的 你就自己看台子期 好 目前請問是在-50 還是正50或者是0 現在跌到-50 現在9738 即時報價 跌36點 目前跌落到-50以下 所以你問我怎麼看 我感覺這個點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參考點 你要讓自己正向樂觀去做觀察 為什麼 來 各位請看 我們把時間拉回來看 不用怕 會對就會對 不會對就不會對 對就對 錯就錯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從10月18號 一直到10月23號 為什麼呢 因為 來 因為上個禮拜五 我們去觀察PSY 一直到19號 都對 那既然都對 你就持續保持樂觀的心情 來 我們來看 那麼以PSY為例 到昨天截止 到昨天截止 十八 禮拜四 十九 禮拜五 十月二十二 禮拜一 昨天禮拜二 十月二十三 對不對 好 那請問 這個點該怎麼做 這個點要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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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去觀察 近期以來分別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你都對 加上今天 昨天還沒有到 這樣還沒到 那今天到啦 現在九 七 三 四到啦 如果我們去觀察 加權指數的PSY 目前跌落到-50 所以該怎麼辦 當然樂觀 那怎麼樂觀 我們先進一段感到的感到後 馬上跟所有朋友做分享 這個點是 逼陣了 怎麼辦 一 爬闖 二 眼部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陣網 雞飛萬點 夠忘發財 PSY高檔不空 PSY低點三多 戰鬥銀步步為贏 战斗营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排骨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2578-3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尽其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名 我给你分手 物料 从现在起 三个药 五个布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勤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畏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片 各位朋友大家 早安大家好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64点 你怎么觉得很恐怖 不会啊 我觉得这里 今天就是乐观就对了 你说今天就是乐观 对啊 第一个为什么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加权指数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加权指数 目前报价9710下跌64点 那您去观察PSY PSY呢 那么底下上面这一条 稍微放大 上面这一条叫正伍式 下面这一条叫负式 你说叫我保守 我也不知道没办法保守 这个时间点 应该就是乐观就可以了 那就照着做 第一个那我会发简讯通知你 你收到简讯就照着简讯做 我没有办法说保证 每一趟都赢 可是我们知道 PSY长期来 它的成功率是可以高达90% 那你就照着这个节奏来 那台北股市接下来 该怎么办 我的看法呢 就每一笔都不要理它 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您所看到的 您所看到的 是指数的行径 那么底下只有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叫MACD MACD跟PSY是个反向的 那么也就是说 MACD主要是以稳定为主 就是说如果整个结构 是属于空方 MACD会转负 整个架构是多头 它会转正 它注重体就向上 可是各位您没有发现到 为什么其实在使用真正的 在使用KD以及MACD的人不多 在看的人很多 包括很多从业人员 用这些指标在做观察 真的 可是你会真正去使用的不多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 它的错误比率高 并且稳定性不足 不是它稳定性不足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叫一目之螺 不可得鸟 就是说什么是螺 螺叫网子 你去捕鱼抓鸟 你要不要个网子 你不可能徒手 徒手去捕鱼 空手去抓鸟 你要有个网子 你这个网子 就有一个网眼 你敢捕鱼会对焦 你捕不对 所以MACD的用法 绝对不是 我就只参照 MACD柱状体 交叉向上 交叉向下 不对的 你应该给它一个叫 多空的趋势线 然后举例 来 各位请看 这个点要买 这个点要空 这个点要买 这个点要扛 为什么这个点要买 你说有 MACD是在这里 那应该是在这里买 不对 你的买点应该在这里 你要稳定 你要求高胜率 所以你不是买这里 你是买这里 因为这已经确立 我还有一波的上涨力道 相对的 空不是空这里 这里在哪 这里在这里 你空是空这里 就说我笃定 它还要跌 你才进场的 而不是说 稍微有个震荡 你就做进出 你的错误比重会拉高 不对的 当你使用指标 你要的是胜率要高 所以应该在这里买 在这里空 那为什么 不在A这个点买 因为趋势线以下 只做空跟补 趋势线以上 做买跟卖 所以这个点 E在这里 这是A 这是E 这里是B 这里是2 这是C 对不对 A这个点是做买 然后这里呢 这里说卖 你在这边买 股价也一样 这边买 这边该卖 那相对的 如果在这里空呢 这里要补 我说一次 买 买 空 补 也就是说 趋势线之上 做买卖 趋势线之下 做空补 不是只靠一个指标 而是 你必须要搭配的 你要搭配 搭配什么 你给它更严谨的条件 原本只有MACD 你多给它一条均线 好 在趋势线之上 你就站在多方 趋势线之下 你就站在空方 那你就照着这么做 这里呢 做买 这里呢 做卖 这里做空 那这个点呢 你就做补 这个是礼拜一 这是礼拜二 你就照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就是说买卖空补 主要这个结构 把成功率拉高 照着做 PSY的部分 我感觉 就放轻松就好了 来 PSY的部分 那你就放轻松啊 你就跟它面对面啊 怎么做呢 就这样子做啊 用一根手指头 你就点它 PSY就把它点下去 对不对 点下去之后 你就点着它 那你就点 该乐观就乐观 该保守就保守 就这样子 好 整体上 现在竟然杀到 负64.64 不好意思 我放着 加 负64.64那就乐观吧 这是加选指数啦 那您如果是观察台词期的部分 你当然是点台词期 那因为盘中节目 我不能点台词期 这里叫正五十 那如果来到负五十 那你就相对 就乐观观察吧 你说哇 格式跌了64点 不会啊 来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今天的强弱关键 在这里 加权指数强弱关键 9734 目前报价9710 那么如果加权指数 可以站上9734 那你就积极乐观 站不上 那就继续观察吧 你会怕 那你就继续观察吧 我的看法 这里你要让自己 正向去面对它嘛 别怕 第一个 不管是国际股市啦 或全球商品价格都一样 不管是日金 或者是美股 包括美股 我的看法啦 这里酝酿一个强劲的上扬 你说哪有可能 真的啦 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不就道琼工业指数吗 过去这五天 过去这五天 只要帮我一个忙 它的最大交易量 剔除开收盘 是不是在这里 对 这里在哪 就这里 这里是高点 这里叫低点 这里叫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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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的交易量 算是这样 高点的交易量 长得这样子 那你觉得看涨看跌 看涨啦 那么这里呢 它在沙盘 我认为啦 是在压低啦 压低沙盘啦 压低沙盘啦 压低沙盘呢 接下来它酝酿啦 酝酿有个强劲的上扬 所以你就不要理它 你卖财 就继续杀 你就干脆杀 看我说台300点 杀不动 不要理它 你就站在乐观 观察的角度 那么包括烧带开盘的上证 我的看法呢 那你就乐观吧 一样是乐观 不管是上证 那日股 包括台北股市 现阶段 你站在轻松的心情 就好像是 来 我特别是这一块 这是10月16号的研究报 这块 我特别把这一块标示出来 为什么 来看看底下 这里 这里叫正五十 没有错吧 这个正五十不是在这里 一般标准的PSY 副十都会出现在最低点 正五十相对的都几乎是最高点 可是这刚 他不是 他出现在这里 所以我帮你特别框起来 然后呢 正五十之后 他有没有幼长的这一段 公道一万点 直上 有啊 这懂了吗 可是我不管你怎么走嘛 你终究 你还是要回来领啊 你终究 你最终 你这个正五十 还是要回到这个领走啊 然后副五十呢 那就乐观嘛 他还是要到领嘛 也就是说 第一个 不管针对指数的波动 包括接下来的行进过程 你很笃定 你有个方向 那我的看法 那你就看10月16号 这个黄色这个框框 我为什么特别用黄色 因为一般标准就是 副五十 副五十 副五十正五十 这一般 可是当他出现这个架构 你不要弄了 你一样 就保持这个结构来 那么整体上 也是一样啦 其实 我的看法 构票 你要买到的构票 你说 什么是到的构票 第一个 任何的 评价 最主要 最后啦 你要看它的成长性 并且观察 它筹码的变化 如果整个筹码是集中的 形成总喷出的 这些标底股 那你就乐观吧 我的看法 那你就乐观吧 举例啦 你就观察 2633叫台湾高铁 我看法还不错 那还有一档 近期呢 也是台北股市最彪悍的股票 叫6176的瑞宜 对不对 这样不够公 有够公 有够公 你就继续看就好了 那就乐观了 该加码 我会通知你 该买进就买进 那不需要 不需要 过度的做一些错误的判断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整体上 一样喔 因为稍带 上证要开盘 所以 你还没有做笔记的 我觉得你还是抄一下好了 来 第一个 上证指数 稍带要开盘 那你就观察 2584 你观察2584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收在2594 它的多头在2584到2573 这也是个强烈的多头 那么只要守住了 我包括路骨 你就正向乐观 至于 你说巡航舰的问题 我感觉 不用理它 因为大陆不会理它的 大陆已经笃定了 我就贴着你走 不管你哪几次 我就不理你 看你怎么办 所以呢 我觉得整体上 你应该回归标准的结构 照着我们标准的评价 就做就可以了 所以回过头来 赶快 这里 欢迎各位 如果对我们操作 包括我们的PSY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洽询 节目最后 祝好所有朋友 和家平安 操作顺利 谢谢您 拜拜 本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变中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经锁定运空财政台 台股直播室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针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播 02-2578-3000 2578-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 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针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請播 02-2578-3000 2578-3000 在高速公路上 到底要保持多少距离 才算安全呢 小型车 时速除以2 大型车 则为时速减25 各位可以用秒句法 选取一根灯杆 在前车通过后 开始读秒 当我车到达同一